早安,欢迎收听和收看《孩子聆听》 今天我们来到《贴萨·罗里加前书》的第四章 第二节到第三节这里说到 我们言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的命令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 远避隐形 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 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 神的旨意是非常清楚,很容易明白 这里神喜欢我们明白祂的心意 而且祂要我们照祂的心意来遵行 看到整本圣经以后都会发现到 圣洁是神,向我们的心意 彼得前书一章也特别的讲到 你们要圣洁,主说因为我是圣洁的 因为祂是圣洁的神 所以要求每一个跟随祂的人都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所以保罗这里说到 神的旨意要我们成为圣洁 远避行淫 他特别的指出 如果我们能处境淫乱的行为思想 就很容易走上圣洁的道路 所以如何能做呢? 第一,不要去容易死我们犯罪的地方 所以什么地方是要我们容易犯罪 我们必须要远离它 第二,不要去接触使你犯罪的人物 如果今天你参得某一些人会产生不圣洁的思想 就不要去触碰 尽量逃避远离他们 第三,不要接触使你犯罪的环境 特别是上网这么容易 网站里面有许多色情的画面 会刺激我们的思想 容易导致我们进入淫乱的行为 所以我们要远离它 要逃避它 千万不要因为好奇 或者觉得自己很刚强 不会跌倒 而不去远离它 雪求神帮助我们 知道我们不是靠肉体 因为今天一旦我们靠肉体 我们就很容易犯罪了 我们要顺服神 抵挡魔鬼 圣经说魔鬼就必逃跑 在抵挡魔鬼的事上 我们不能够被动 当我们被动 魔鬼撒旦就会主动地攻击你 反而在属灵的路上 我们要保持主动性 去抵挡它 它就会逃跑 二者最容易攻击的就是 我们的思想 雪圣经告诉我们 要保守我们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所以我们的心思 我们的意念 也要求主来保守 所以我们时常让神的话 洗尽我们 当我们的思想和意念 充满着神的话语的时候 充满上帝美好的思想的时候 魔鬼就很难够进入到我们生命里面 来动工 所以不要让这些不好的思想 进入我们的脑海中 我们一定要保护自己 保守自己 不要让二者有机会 来攻击 来破坏 求神帮助我们 每一天当我们亲近他的时候 每一天我们都能够 过圣洁的生活 愿神赐福 听他坏的人 求神方的风光 费来 费来 飞 划